好來繼續來看婚臨一個爸爸 送太太跟剛出席的好生 去帶在做未來的重心 想不到這個重心 博化到睡著的感染 他的小孩因為感染到 學習到的病毒 帶進去加護病房 續續七天 而且不是他的小孩而已 前後還有六的新生日 也都送進這個加護病房 衛生局太前是睡著的感染 但是這個做未來的重心 好像說小孩是感染 並不上生在睡眠 就有適合的經過 家庭是非常不悶 還沒媽媽的小孩 在加護病房接受治療 爸爸看得很不甘 你是爸爸喔 你要加油喔 知道嗎 我認為李先生是 讓剛生三的太太跟新生日 帶進去未來重心接受照顧 小朋友 已經開始有很多小朋友 陸續感染感冒 我們都不知道這是RSV 三位催三家裡的時 隔離生裡面也有四名新生日 三位十一減染報告 沒受到感染 還沒到三月十五 今天又出現感冒症中 三月十七開始討論 住一家給病房 也比較進行 重心接受感染 而且中心總共 南亞新生日 住一家給病房 家庭這期是軍事感染 但是未來中心便沒有做很好的說明 月中有延誤就醫 及必中就親 想掩蓋寶寶 集體感染RSV 其實他們的感控上 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有跟他要求說 叫他們要持續說 嬰兒跟嬰兒之間的 間距一定要保持一公尺 衛生局 那些人是軍事感染 家庭是要知道 事發原因 確定責任 我們再來做後續 後續都有在聯繫 在處理 不是什麼自知不利什麼的 沒有這回事 未來中心一位已經有 很多通報的證明 便沒有收視 但是對家庭來說 看孩子受苦 因為未來中心 應該要交代清楚